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的妻子说 胡佳因为颠覆政权罪名在监狱服刑三年多之后 于星期天获释 胡佳的妻子曾经燕在一条推跳信息中说 不眠之夜 两点半胡佳到家平安 很开心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谢谢诸位 富州之处请见谅 胡佳三年半的行期在星期天结束 胡佳2008年在北京 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仅几个月前入狱 此前他利用互联网以及记者访问的机会 强调中国侵犯人权 胡佳获释几天前 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 在近三个月的警察拘留后 被允许返回家中 艾未未的同事星期六说 艾未未的四名被拘留的助手 也在这个星期获释 大约一千名越南人星期天 在越南首都河内连续第四个周末举行集会 抗议中国使中越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不断升级 越南抗议者高举标语牌 上面写着中国停止侵犯越南的领海 一名抗议者高呼 打倒中国的口号 示威抗议活动在越南是非常罕见的 与此同时 中国和越南星期天保证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 解决双方在南中国海的争端 中国媒体说 中国国务委员戴炳国和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春山 星期六在北京会晤同意 通过谈判与和平友好磋商来解决这一争端 但是双方没有透露具体的计划和时间表 巴基斯坦警方说 激进分子袭击了西北部的一个警察局 打死至少十名警察 有五人受伤 当地警方官员说 携带枪支和手榴弹武装的激进分子 星期六袭击了小镇格拉吉的一所警察局 当时至少有17名警察在执勤 安全部队说 激进分子与警方交战了几个小时 随后警方重新控制了警察局 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 塔利班呈四言 要为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一事进行报复 并经常袭击安全人员目标 数百名叙利亚人越过边界 逃往邻国黎巴嫩逃避国内日益升级的暴力 一名黎巴嫩安全官员星期六说 在过去两天内 多达1000名叙利亚人越过边界 进入黎巴嫩北部临近边境的瓦迪哈莱德镇 新难民于5月到6月初 逃往黎巴嫩的其他数千名叙利亚难民 汇集在一起 在最近这批难民逃离前不久 叙利亚安全部队星期五向反政府抗议者开枪 打死至少20人 包括两名儿童 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 在全国范围收集的报告显示 大部分的死亡事件发生在首都大马士革 以及周边地区 中国当局在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前夕 宣布对被扣押了81天的 艺术家艾未未取保候审 被认为是迫于国际压力而采取的行动 不过新华社星期六发表了艾未未案件 折射了西方一些人对中国司法的傲慢与偏见的评论文章 指责一些西方组织和个人在艾未未取保候审之后 迫不及待地开始政治化的解读 还有其他人在艾未未有增屋